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完美的犯罪 说在近代英国有这么一个案子 一个裁缝因为憎恨他的妻子 就挖空了心思想办法除掉他 为了躲避警方事后调查 因此裁缝在日记里面 非常详尽地分析了14种谋杀妻子的方案 有下毒 枪杀 锤击 制造意外等等等等 几乎每个方案都有不在场证明 能达到完美的犯罪效果 可是呢 这个裁缝十分倒霉 日记被老婆发现了 她的老婆非常害怕 只能先下手围墙 用剪刀刺死了裁缝 被送上法庭之后 陪审团都被日记的内容所震撼 最终认定裁缝的妻子是出于自卫 才杀的丈夫 后来被无罪释放 所有人都认为裁缝的妻子是无辜的 但是最近才有人发现 那本日记根本不是裁缝写的 而是他妻子的情人 模仿他的笔记伪造的 也就是说裁缝的妻子误导了所有人 一手策划了这起谋杀侵妇案 从这个案例我们不难看出 其实能误导所有人达到脱罪的目的 就可以算是真正的完美犯罪 今天这部片子 讲的就是一个完美犯罪的故事 名字叫《深度米岸》 男主小马是一个 美国数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 为了进修 孤身一人来到英国纽津大学 希望数学界顶顶大名的雅策教授 成为他的导师 可是雅策教授早就不带学生了 于是他打听到 教授有个好朋友的遗孀 正在租房子 就抱着求人走关系的目的 住了进去 这个好朋友的遗孀 是个古怪的阿婆 患有癌症 双腿残疾 和女儿贝斯的关系并不太好 俩人经常拌嘴 唯一的爱好就是玩拼子游戏 在晚饭时 阿婆也说 那个雅策教授的性格也很古怪 根本不带学生 小马听了心里很是郁闷 怎么才能让阿婆求教授 收自己当学生呢 这天 他一个人打壁球去发泄情绪 数学家打球都和常人不一样 墙上画的都是数学公斥 脑子里都是抛物线 能计算壁球的运动轨迹 这种特别的打法 吸引了一个叫罗娜的美女 俩人不打不相识 还产生了莫名其妙的吸引力 回到公寓之后 贝斯正好看见俩人一起回家 就很羡慕地问小马 一个人跑到国外求学 这么快又交到了女朋友 是怎么办到的 小马说 要享受自由 凡事都要试一试 哪怕犯错 都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贝斯听完这句话 陷入了沉思 为了赢得雅筛教授的好感 小马就参加了 他的新书发布会 教授悲观地表示 世界上根本不存在 可以用来解释万物的 绝对真理 但为了给教授 留下深刻的印象 小马主动举手 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他认为 数学就是绝对真理 现实中的一切 都遵循相同的数学模型 系统和逻辑序列 甚至连一片雪花 也包含着数学基础 他确认数字不会骗人 相信圆周率 黄金分割 和斐波那契数列 因为这三个 分别代表了数学中的 数字比例和数列 而且都是没有尽头的无理数 他认为 只要能发现 这些数字的奥秘 就可以用数学 准确地描述 现实中的一切 教授听完觉得很可笑 立刻否定了小马的观点 表示数学不能解释一切 它是抽象的 不欲现实统一的 因为越研究 越觉得世界上 很多东西都无法解释 比如蝴蝶效应 和细胞癌变 如果数学 真的是绝对真理 那为什么没有人 能准确地预测龙卷风 和矮细胞扩散呢 在众多学生面前被嘲笑 小马感觉颜面扫地 自己的偶像数学家 居然否定数学 难道数学的尽头是神学 是不是越高学历的人 越觉得自己无知呢 小马瞬间觉得 来牛津求学就是个错误 直接收拾了行李 准备回国 正在这时 他再次遇到了 前来拜访好友的偶像教授 俩人刚刚进屋 突然发现 房东阿婆已经死了 现场有一个 沾满血迹的枕头 阿婆的鼻梁骨骨折 二人推测 是被人捂死的 因此立刻报了警 不过就算报了警 向急切回国的小马 也成了第一嫌疑人 而正巧出现的教授 自然就是第二嫌疑人 在警局里面 教授如实告诉警长 说他不是凶手 只是凑巧出现 凶手应该另有欺人 昨天在演讲会结束之时 他收到了一张神秘的字条 上面写着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 数列中的第一个 下面是时间 和房东阿婆的住址 住址的下面 还画了一个圆 因为他经常收到 很多无聊的字条 所以当时并没有在意 直接给丢掉了 现在回想起来 这字条很可能是凶手提供的 而且他推测 凶手很可能还会继续作案 想用逻辑数列 这种数学表达方式 来挑战自己这个数学教授 一次来证明自己 也就是说 凶手很可能是个连怀杀人魔 离开警局后 教授告诉小马 其实那个房东阿婆 六年前就得了癌症 医生说只有六个月可活 多亏了女儿被刺的细心照顾 才奇迹般的活到了现在 小马听完分析到 凶手专挑病危的人下手 应该是想尽量减少伤害 那么他是怎么知道 阿婆早就病危的呢 所以凶手很可能知道 阿婆就诊的医院 假如继续作案 也一定会在那家医院里 继续挑选病危的病人 当天晚上 贝斯也知道了母亲的死讯 并且被警局带走 审问了两个小时 因为阿婆的死 她的受益最大 也是最大的嫌疑人 她心情非常郁闷 主动去找小马倾诉 说她照顾了母亲五年 生活就像是一个泥潭 每天醒来 都得为母亲洗衣做饭喂药 有时候真的希望 这样的日子早点结束 希望母亲早点消失 所以俩人经常吵架 但事后 又会对这样的做法 深深地自责 此时的贝斯 急需一个人安慰 小马自然就成了 那个宽慰她的人 贝斯很是感激 当场表达了 对小马的好感 可是小马刚有女朋友 也不好拒绝 从此小马同学 就成了渣男 脚踏两只船 第二天 同学游里从报纸上 看见案件报道 告诉小马说 三十年前 雅思教授和房东阿婆 两家出去旅游 结果发生了车祸 教授的妻子 和阿婆的丈夫 当场死亡 当时开车的 就是教授 现在那个阿婆也死了 那么谁在有嫌疑呢 嫌外之一即是说 这个游里怀疑 教授才是真的凶手 但是小马不太相信 假如真的是教授 动机是什么 那个写字条的神秘人 又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我们作为观众 现在已经出现了 四个嫌疑人 分别是男主小马 雅思教授 贝斯 还有个无知的神秘人 很快 第五个嫌疑人 也浮出水面 就是那个和小马 打B球的罗娜 罗娜在阿婆 经常看病的医院里 当护士 小马只要一提起雅思教授 罗娜就表示 非常的熟悉 最让小马吃惊的是 教授和他 居然是前男友关系 俩人还经常见面 因为教授经常去医院 看望一个病人 什么病人呢 这里边肯定有文章 于是小马同学 为了洗脱自己的嫌疑 调查案件的真相 跟踪的教授 来到了医院 碰巧在这里 遇到了一个疯男人 这个男人 因为女儿患有重病 一直等不到 合适的器官移植 所以分世嫉俗 话也很多 十分的仇恨上帝 认为上帝已死 根本不会解救 贫民的苦难 随后通过罗娜 小马见到了教授 经常看望的病人 是教授的好友 一个失去双腿双脚 精神异常的男人 这个人叫卡曼 曾经是教授 最得意的学生 因为陷入了 数学问题的漩涡 认为只有精神病患者 才有最纯净的思维 大脑皮层 限制了他的想象力 竟然用钉枪 给自己试吃了脑液 切除手术 就变成了 现在这副模样 整天都在病床上 画一些 大家都看不懂的图形 很魔幻的 一个数学狂人 很快 第二名死者就出现了 这天小马在图书馆 发现门上贴了一张字条 上面画着一个 余形图案 还有时间和地址 令人意外的是 正是罗纳工作的医院 案件的提示信息 和第一起一模一样 小马立刻想到 假如凶手在挑战 教授的智商 那么很可能 是要杀死教授的朋友卡曼 于是他赶紧给罗纳联系 经过确认 卡曼并没有被谋杀 被谋杀的是 另外一名重病患者 警方发现 死者的胳膊上 有静脉注射孔 而医院并没有安排 注射治疗 所以推断 病人是被人谋杀 凶手给了两次字条 分别是逻辑序列的两个 接下来会出现什么图形呢 假如能推出第三个图形 那么就能掌握凶手的作案规律 提前一步抓住凶手 可是教授分析说 这是一个逻辑推理题 好像凶手在故意考它 怎么从变化中发现规律 并用这个规律 去预测下一个变化 第一个是圆 第二个是鱼 根据逻辑序列推算 第三个有无限多种可能 根本找不到规律 当然 警长对什么高等数学一窍不通 他觉得 第一个原因应该是碗汤 第二个是条鱼 那么第三个是不是甜点呢 这两个图形 当然不可能是吃的东西 假如是吃的 凶手不是在侮辱教授吗 总归来说 两个图形还是太少 必须知道第三个 才能推出第四个 也就是说 还得等凶手再杀一个人 当天晚上 小马和罗娜约会 意外发现 罗娜居然也约了教授 罗娜告诉俩人一件奇怪的事 法医没有在那名死者身上 检测出任何有毒物质 那么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病人自然死亡 另一种是凶手注射了一种 无法被检测的毒药 例如毒膜中提取的 鹅高菌素 阿曼乃特 听到这里 教授忽然说 罗娜也有嫌疑 因为他喜欢凶杀探案小说 目前两个死者 都与他的医院有密切联系 最重要的是 他还知道那种 无法被检测的鹅高菌素 小马听完 不相信罗娜会是凶手 因为罗娜没有动机 教授接着说 他和罗娜之前有一腿 由爱生恨 算不算犯罪动机 当着现男友的面 前男友直接挑明这个 让罗娜相当恼火 直接起身 费人力去 罗娜走后 俩人还在研究第三个徒刑 教授说 自己已经大概知道 第三个徒刑是什么了 但是不能说 因为一旦说出来 就会影响小马的独立思考 警方也会根据他的判断 去抓捕凶手 如果推断错误 就会连累到无辜的人 不过在教授离开之时 还是将图形画在一张三金纸上 只好后递给小马 并嘱咐他 要么直接打开看答案 要么就自己寻找答案 证明自己不是个笨蛋 年轻气生的男主 当然选择自己去寻找 同时 因为小马昨晚 付了罗娜的约 没有约会贝斯 贝斯非常生气 直接向警方透露 小马对女人不太感兴趣 对教授却是情有独钟 一提起教授 他就非常来劲 很可能是在暗恋教授 小马本来没把这话当回事 但是下午到了警局才发现 贝斯这是直接给警方暗示 他就是真凶 警长说 他们请了高级的心理专家 对凶手做了心理测写 年龄大概30到36岁 应该是个数学家 智商过人 且心胸极度狭隘 抛弃了熟悉的环境 渴望进入教授的圈子 但是被拒绝之后 他决定复仇 洗刷耻辱 而且心理专家还指出 凶手很可能是一个独具的同性恋 小马同学越听越的心惊 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紧张之下 直接把水杯捏得粉碎 教授颇有深意地看了小马一眼 很显然 警长似乎已经把小马 列为了最大嫌疑人 可问题是 小马觉得自己非常无辜 这天 他和同学游礼一起喝酒 游礼酒后吐真言 说一个叫亨利的男人 将在三天后的牛津数轮会议上 证明困扰数学界 三百年的难题 非马大定理 这个难题 他在八年前就提出了解法 可是当时 他向雅特教授求助 进入研究组的时候 教授说 他的想法非常荒谬 结果这个亨利 用他的解法研究了八年 现在成功了 而他自己却因为教授的一句话 错失了名流青史的机会 所以他认为 是教授替那个亨利 剽窃了他的想法 恨不得把教授 撕成一块一块 吞进肚子里面 小马听完 突然想起警方 对凶手的心理测血 觉得这个有理也很可疑 对教授的恨意最深 应该是第六个嫌疑人 没过多久 是英国的一个传统节日 在参加庆祝之时 教授告诉小马 警察已经跟踪了他三天 很显然 演出一开始 小马突然发现 有理鬼鬼祟祟的 出现在会场 情急之下 他赶紧通知警察 嫌犯有理不知有什么图谋 警长听完 立刻实施抓捕 结果好不容易抓到 却只在有理的身上 搜到了一张 写着脏话的布条 应该是要扯个白布 去骂雅瑟教授 这么看有理似乎又不是凶手 但是就在这时 真正的连怀杀人魔 再次出手了 约队里一个 敲三脚铁的老人 突然倒地死亡 警长检查后 初步推测 应该是自然死亡 这个老人和前两名死者一样 时日不多 几年前做过 飞气肿的手术 身体很差 但是从现场阅谱架上 留的一张字条来看 老人不是自杀 而是被谋杀 字条上说 第三个图形是三角形 教授看完 说是三角形 那就非常合理 这三个图形非常简单 分别是一二三条线 他早就猜到了 警长怪他 知道了为什么不早说 非常生气 要求教授 将知道的线索 全部公之于众 这样才能阻止 第四起谋杀 教授只好无奈同意 在明天的报纸上 公布他知道的所有信息 以及他推理出的 第四个图形 承认自己之前 没有推理出 第二第三个图形 让凶手得到 应有的满足感 这样或许 才能让凶手停止 不过对于小马来说 无形中也有很大压力 因为前面 教授嘲讽过他 所以这个案子 已经成了他和教授 相互较劲 鄙视智商高低的题目 教授已经有了答案 为了证明 自己不是个 在课堂上 心口开河的白痴 也为了洗刷 自己嫌疑人的身份 他必须在明天公布之前 找到第四个图形的线索 很快他就有了答案 当天他正和罗纳亲密之时 突然灵光一闪 想到凶手留下的图形 应该是宗教里的象征 两人立马赶到书店 查阅资料 发现在宗教中 原形代表万物的开端 鱼形代表正写对立 三角形代表战后和平 而第四个图案 是十个黑点组成的三角形 代表了世间万物和造物主 罗纳因为经常读医学书籍 同时想起 早期医学上 认为这会是最高价值 而智力迟缓 就是最大的罪念 早期的医生 把那些天生的智障 看作是医用小白鼠 唯一的价值就是器官移植 这让小马突然想到 医院遇到的疯男人 他手里拿过一本 医学历史的书 肯定也知道这个典故 而且他的女儿 正在等待器官移植 经常出入医院 知道很多重病患者 和所有的凶手特征 全都不谋而合 因此那个疯男人 应该就是写字条的神秘凶手 小马觉得自己找到了真凶 赶紧跑到警局 告诉警方自己的发现 但是没想到 警方已经收到了真凶的电话 电话里说 真凶要谋杀十个智障孩子 并明确告知了 绑架车辆的行车路线 警方立刻紧急布控 结果却没想到 拦截错了车辆 拦截的是 牛津数论会议的巴士 却放过了疯男人 绑架孩子的那辆车 最终 疯男人见事情有变 直接开车撞向了路边的大树 车子当场爆炸 幸好有救护车随时待命 才救回了五个孩子 另外五个当场身亡 也就是说 夺出来五名器官捐赠者 疯男人为了救治自己的女儿 竟然杀了五个人 这一切似乎都在表明 司机就是凶手 那么最大的问题来了 疯男人为什么要和教授猜秘语呢 但是根本没有人去想 似乎这一切都结束了 小马也准备和罗娜离开英国去旅游 结果在登机之时 无意间发现了教授留给他的三金纸 上面竟然是空白的 原来教授骗了他 教授根本不知道第三个图形是什么 小马立刻掏出第一起案件的现场照片 发现现场拼字板上的单词 正是德语中圆的意思 罗娜见小马还是沉迷于案件 好像根本不在乎自己 失望的独自坐飞机离开了他 不过在这一瞬间 小马终于明白了案件的所有真相 其实真相只有一个 他立刻回去找教授对质 因为根本就没有连环杀人凶手 这一切都是教授部的一个局 用无中生有的连环谋杀案 掩盖一起真正的谋杀 那就是贝斯杀害了亲生母亲 贝斯痛恨自己的生活 因此在冲动杀人后 给教授递了一张纸条 告知了真相 教授因为三十年前那场事故 开车害死了贝斯的父亲 一直愧疚在心 才决定帮助贝斯 那天他本来是去消灭证据的 但是在门口遇到了小马 只能临时改变了计划 正好看见拼字板上语言的单词 于是灵光一现 决定对警察撒谎 用连环谋杀来说服 所有人贝斯不是凶手 紧接着 教授就根据那张 无中甚有的圆的字条 模仿了第二起谋杀 接着看好朋友的机会 给第二名死者敬拜注射 但是有了第二个 教授还没有想好第三个图案 只好给小马一张空白的餐巾纸 他知道小马要强的性格 为了自尊 肯定不会主动拆开去看答案 而第三名死者的意外死亡 和手里的乐器三角铁 给了教授机会和灵感 他在晚会现场 悄悄私下节目单 舞蹈警方和小马 最后选择在报纸上 公布自己的全部在想 结束连换谋杀 此时 已经达到了为贝斯脱罪的目的 但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那篇文章讲的是 四个图形与医学和宗教的联系 疯男人看过之后 就像看见了一盏指路明灯 正巧这个疯男人 有着接送智障孩子的转车司机 为了自己的女儿有器官可以移植 最终选择模仿历史犯罪 归根到底是贝斯谋杀的阿婆 教授谋杀的第二个死者 第四起案件是疯男人所为 教授虽然不是真凶 但是由他引起了一系列的案件 好吧到此为止 一切真相大白 然而令人更没想到的是 教授却反驳说 小马才是引发一系列案件的真正凶手 因为小马曾告诉过贝斯 要享受自由 凡事都要试一试 哪怕犯错 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这句话就像魔咒一样 营绕在贝斯的心头 迫使贝斯为了自由 最终害死了自己的母亲 而男主小马 就是蝴蝶效用里的那只蝴蝶 影片到这就结束了 这是一部算是比较棒的悬疑佳作 虽然从一开始就能猜到凶手 但是剧情的发展却出人意料 对完美犯罪的解释也非常足道 另外电影中 长镜头运用的非常巧妙 一开始就能将整个故事的相关人员 全都融合在一起 体验很棒 可惜在这个故事里出现了很多数学和哲学的名词 隐喻以及暗喻 影响了普通观众的观影体验 对哲学和数学方面的理解 我也是个小白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自行找来原片观看 好了今天的电影就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指风君 我们下期再见